南京路口机场这次的传播事故 是不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这里边有没有官僚主义 要不要有人负责任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昨天做了一期节目讲到南京的事情 我是有点忧心 所以我就对南京有了一点批评 这个批评没想到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我批评南京什么呢 我说南京有点官僚主义 我也用了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的话 但是具体的批评 我还是比较注意分寸 我对南京的批评是和中纪委网站 对于南京的批评措辞差不多是一样的 咱老百姓哪敢随便批评啊 对吧 但是即使这样 有同志也不高兴了 比方有个叫君正非CN 就是司马南 东部机场是南京拐匣 你知道吗 他属省属单位 逢什么的任命也是江苏省 你让南京市越级跑到省级单位去监督管理吗 然后说 无什么什么跑到南京市布置工作 不就是省级的问题吗 甩锅给南京市 你懂吗 你不了解情况 别乱说 你别造谣 比较尖锐啊 这批评比较尖锐 我一看我赶紧得做解释啊 赶紧得解释 我赶紧得做检讨 但是我想了想 我没什么要检讨的 对吧 我说节目当中啊 我专门讲了机场 归江苏省馆 我是说了这个的 谢谢您对我的批评 谢谢您对我的关注 您也多保证 我猜测这个人 可能是南京市的人 当然也不一定啊 也可能是别的地方 但是比较了解情况 或者说 他对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 特别有爱戴之请 完全可以理解 你爱戴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 并且在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现在遇到比较大的娱乐压力的时候 你依然表达这种由衷的热 我理解 但是你 你也不能说司马南造谣 司马南没有造谣 如果我造谣 那我必须沉痛检讨 但是我琢磨了一遍 我觉得没有 可是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这南京东部机场 南京路口机场 你就算是在归省理馆 人事关系 任命归省理 干部归省理馆 但是 我们说南京东部机场 南京路口机场 南京机场 你还不得就把南京带上 所以这个让人感觉 是不是有可能认为是南京市的问题 请注意 当说南京问题的时候 没有人把省里边的责任摘出去 请注意 当说南京路口机场的时候呢 司马南至少在措辞上 没有做到 或者说也不可能 每次说到南京路口机场 括号 归省理馆 括号 干部任命归省理 括号 南京 责任不在南京 不能这么说话 所以 我理解您着急 您急于为南京市主要负责统治 辩白 洗净 或者为他们解脱 这也是对的 您 您动机并不坏 但是 我再想一个问题 当一个地方出现了疫情 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在这个时候 我们领导干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呀 领导干部最需要做的 首先是要解释 还是要闷头做点工作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的批评是温和的 还有网上一些声音 你揪住司马南 就说司马南你造谣 我还真没造谣 指责我造谣 就算是司马南造谣 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在于司马南造谣 而在于我们确实工作疏忽 因为工作疏忽了 因为省了一个清洁工的钱 所以导致了全国这么多省市 遇到这么多麻烦 多大的社会支出 多大社会成本 多少不确定性 给老百姓心里面 带来的这种恐慌和焦虑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南京市的主要负责通知 包括省里面的主要负责通知 他的境界很可能 比君在飞CN先生要高一些 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住疫情 务使其不要沿着现在路线 继续困算下去 按照张宏的说法 现在是点状 沿着线传播而后弥漫 两周之内 我们才能见盆小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 我看没有人能够把这事说的 说的特别确切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安抚一下你 专门讲一下这事 另外还有朋友呢 是江苏的 我就不好细说了 跟我说能不能把这篇东西删掉 跟隔壁王奶奶商量一下 这事还真不能删 因为首先我没有说错 其次我批评的分寸感 你到中纪委的网站上去看 其实我完全按照这个分寸来拿捏的 我心里有数 我没有具体说张三李四 哪个领导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删 删文章这到底在什么地方 咱俩30年前有交情 和现在我要删掉这篇文章 这不是一码子事 交情归交情 原则归原则 现在当务之急 我倒是愿意 老朋友新朋友 素不相识的朋友 如果你们对南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好的建议 有好的方法 那我愿意来讲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有人说 在这件事情上 南京呢 背了锅 也有人呢 就是南京的朋友 他们说 不能这么说吧 就算是省管的机场 它出了漏洞 那南京是个什么样 打个比方 南京就变成一个筛子 对不对 那 关键的是 有些事情 你说南京 它真的没有责任 也不好这么说吧 比方说新闻采访 13号 那就有同事咳嗽了 感冒了 就去医院了 去哪个医院了 是不是去南京的医院了 发热门诊 为什么就不能检测核酸呢 已经有几个人发了病了 这些人又回家了 正常上下班回家 六天导致 疫情扩散 这是最重要的吧 那这几个已经发现了问题 他们去的医院 是不是南京市的医院 是不是在南京的地面上 南京市的主要副总统 是不是应当讲一点 守徒有责 那医院至少是松心吧 放松警惕了 没有最开始疫情比较严重的 那个时候的 那份的兢兢业业 因为疏忽 因为不谨慎 所以导致了这疫情的扩散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不是指责 司马南造谣的时候 现在是我们需要 过而难改 善不打烟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应该是7月5号 我们南京市的主要负责通知 一个韩同志 到机场去检查防疫 7月5号 韩同志是去机场检查防疫的 检查防疫的是南京市的通知 但是这个检查是怎么检查呢 这个检查是代表南京市 还代表江苏省的 这个机场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呢 检查是走了一圈 强调一下 你们要重视啊 就走了呢 还是有一些什么办法 有效的弥补了 南京路口机场在这方面 事实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南京的同志现在压力比较大 所以呢 就一再出错 甚至关于做好湖南省张家界 来宁人员信息核查 健康管理的通知中 误把湖南张家界写成了湖北省 湖南省写成湖北省 所以呢 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检讨 说是我们向湖北湖南 广南网友致歉 要认真汲取教训 改正错误 防止类似的情况 再度发生 有一个同志 大家注意到没有 南京果楼区 机构中心的 关于暂停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的通告 现在停止疫苗接种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说根据防控工作要求 7月22号开始 果楼区各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点 暂停疫苗接种工作 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有个提示是要求 佩戴口罩 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不聚集 非必要不离宁 疫情防控 不松懈 南京的新闻发布会 这些官员 他们压力很大 检讨 检讨是对的 不检讨是不对的 这两天南京传奇 集二连散 道歉信 红头文件 你说都能印错自己的身份 上下不一致 就是这个道歉信 自己的身份 上下都不一致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为纠正乌龙 而产生乌龙 也许南京的管理乱象 我们现在大家应该多宽容 不该落井下石 但是一次疫情带出这么多的问题 是不是恰好说明 南京应该好好系统的反思一下 有一个叫莫菲定律 说凡事啊 要从小处和细处抓起 从最坏处着想 南京的这个疫情已经够严重的了 如果我们再节外生枝 我们再出别的差错 那不是乱上加乱了 现在咱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南京路口机场的疫情 是一架国航CA910国际航班 知道归知道 但是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就无法理解 你说一架国航CA910国际航班 在一年四个月的时间里边 十次因为疫情而熔断 什么叫熔断 叫暂停 要十次被熔断 居然还能把新冠病毒带进国门 CA910是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 飞莫斯科和北京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 去年3月19号 民航部外交部 国家卫健院海关总署 还移民局决定 调整目的地位 北京的部分国际航班 从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 其中北京是3月20号 莫斯科至北京的CA910航班 入境点 改为天津 在一年的时间里边 就这个航班 有十次 因为发现意外输入病例 有多少个 说出来 现在挺吓人的 69个 这样只好 按照规定 被民航局执行熔断 2020年 这个航班一共被熔断 三次 2021年 就今年以来 今天31号 7月31号 那2021年就熔断七次 就一个月被熔断一次 7月份发生三次熔断 可见情况相当危机 相当严重 是发现问题的 这么危险的航班 落地之后怎么对待 江苏方面的同志 南京机场的同志 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 去年7月4号开始 为了缓解北京外出的压力 把航班从第一驻境点 改为天津 设家庄 沈阳 兰州 郑州 南京等城市 那你说飞机多次发现 有新冠病例 这叫什么呀 这叫报警 红灯又亮 这个时候 为什么还要飞 如果一定坚持要飞 那么对这个飞机 这个卫生打扫工作 相关的人员 接触工作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严格标准 这事不用说了吧 传染病 防疫 有严格的规定 那41910 多次发生疫情 十次熔断措施 这么危险的航班 落地在南京之后 我们怎么对待它 一切都明确的情况下 出了问题 你说是责任 应该在谁呢 南京疾控中心 奉着人家丁杰 在7月30号 第10场 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这是全杯吧 他说 一位早期报告 机场保健员 病例的病毒序列 和今年7月10号 从俄罗斯入境的 CI910航班 报告的一例 输入性病例的 基因序列一致 你看咱们现在 科学多厉害 就这个保健员的 病毒序列和 C910航班上的 一个病例 基因序列一致 所以 那就可以确定 是从我们这个 国航的C910的航班 上面 传染下来的 怎么传染呢 保健员 打错一声 然后呢 然后呢 保健员 又接触了别的保健员 别的保健员 他们一方面负责国际 又方 一方面负责国内 国内国际中间 应当遇到 兼臂墙的 但是 我们那位姓冯的 英明领导 把这兼臂墙取消了 而且这些保健员回家呀 他自由活动呀 所以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忽 从一个点 扩散到现在 这么多的省市区 这事情你说 是不是难以理解 完全可以避免的 病毒传播 现在搞到这种程度 搞到这么严重的 扩散和传播 可以说 可以说是疏于管理 可以说放松了警惕 可不可以说 是官僚主义 如果说不可挽回的后果 是不是这么说 是可以的 说代价昂贵 这么说行不行 说一个南京的官僚主义 现在还以遭致这样的反弹 那到底在哪 保健员轻松的清运垃圾 保健员防护洗脱不规范 这是第一关 保健员当然有责任 但是保健员是个 劳务派遣人员 不是你们的正式工 你们给人家上了保险没有 他们的权利得到保证没有 我上一期 其实专门讲这件事 当然和这件事没关系 那我不是说他们就应当防护洗脱这个不专业 我是说培训 领导呢 如果他们不专业 就必然导致这疫情扩散吗 这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因为他防护洗脱不规范 导致个别保健员感染 那然后保健员之间传染 然后又因为这个公司的保健员同时又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垃圾轻运而机场其他的工作人员又由于接触保健员而被污染的环境所污染 或者直接被传染 这才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好了 我已经重复反复说了这件事情 我这个说法和权威部门的说法和南京发布的说法是比较一致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实存在着管理上的漏洞 现在是保健员的说法 我们传达传递的是他所所说的信息 国际国内机舱保健工具清洁工具是混用的 他怎么能混用呢 员工共用休息室吃饭 那休息室怎么能够共用呢 那个航班已经发生了六十几个人感染 熔断十次 保健员上去之后打扫完了 然后用的工具接下来 保健员们共用 一个保健室里面吃饭 这个东西多笨的脑子都能想清楚 你没有阻断 那怎么就变成你们南京路口机场的常态了呢 我们南京的主要负责同志去视察的时候 有没有问到这种情况 当然你要说领导同志去走一圈 就能把这事情搞得这么清楚的话 层层负责 为什么变成层层没有人负责了 7月13号 就发现有人咳嗽 对不对 发现有人咳嗽 在这种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在你们直接接触 熔断十次的国际航班的情况下 咳嗽 为什么不重视 而且 20号就越来越多的 保健员被确诊 感染新冠 说明领导不负责任呢 不重视啊 没有责任心呢 发现了之后居然是保健员照常上下班 照常回家 六天的时间里面造成疫情 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个航班查理一下是10号到南京的 其中的漏洞在保健员 最可笑的莫过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除了责任心以外 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就是把原来国际国内合二为一 保健员整合到一起 说是为了省钱 还有一个说法 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个说法尚待证实 那就是国内区的保健员把 国际航班上的剩余的食品 饮料带回家去食用 导致输入性的病例迅速扩散 这代价 省了这么一点生饭生菜 但全中国人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还是有一个说法 还是有一个说法呢 说是这次南京市政府排查筛查全员核酸检测 隔离复查 光是花费 就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到的巨大的数字 你加上全中国这么多的省市区这种核酸检测花费 带来这么大的代价 我再说一遍 南京 南京路口机场 这次的传播事故 是不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这里边有没有官僚主义 要不要有人负责任 我最后再说一句 情况这么严重 C9连航班熔断这么多次 那为什么这个航班没有停下来 谁能决定熔断这么多次 依然不停下来 如果说的确从更大的范围内考虑问题 却有不可停下来的理由的话 那么请问 对这样的航班 我们的保洁措施应该什么样的 我们的人员阻隔的措施应该什么样的 我们防疫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 也别把板子一下子挡到姓冯的屁股上 姓冯的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的事 其他人的责任呢 我再问最后一句 南京市真的是没有责任吗 南京市现在应当怎么做 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呢 赶紧收看文字节目 下期见